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说虚拟偶像的事情 其实虚拟偶像由来已久 最近特别热 各家都在争相发布自己的虚拟偶像 你说我不做个虚拟偶像 好像就跟不上时代似的 对吧 华培 阿里 清华大学 甚至还有一个房地产公司 我忘了是谁家了 给最佳员工奖发给一个虚拟偶像了 对吧 今年特别是到年底这几个月 虚拟偶像争相恋相 还有像柳叶熙 这样的虚拟偶像已经开始挣钱了 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但是虚拟偶像这件事 其实非常早就开始有 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 这里就要对虚拟偶像这件事 做一个小小的定义 你说猫和老鼠算不算虚拟偶像呢 其实也可以算 对吧 这个一些其他的这种动漫角色 算不算虚拟偶像呢 为什么不能算呢 是吧 但是这个呢 现在我们讲的虚拟偶像 肯定跟他们是有一定的区隔的 那么我们把虚拟偶像这件事情的分开来看 基本上呢 是分成大概我们粗略的吧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由人来去做这个编排和设计 然后呢 他只是来做这个一个短剧也好 一个动画片也好 一个电影也好 里面的一个IP形象 然后他所有的内容呢 都是靠这个编剧编导来进行 呃 编编造的啊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呢 是传统虚拟偶像 对吧 他也是偶像 对吧 他也不是真人 那么他就是虚拟偶像 现在里头 比如说像柳叶熙什么的 依然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他不会跟你真的互动 他所有拍出来的东西呢 都是由编剧写的本子 然后呢 拍摄剪辑 然后再肯定可能还咔咔咔 然后反复录好多条 然后最后选这个好的 再剪切起来给大家看 这个东西是这个柳叶熙 但是呢 在这个里边呢 就也有一些小的变化 现在的这个虚拟偶像 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就是他要更像人啊 要更像人 你说猫和老鼠不算 对吧 因为他不像人 对吧 这个一些动画形象 他不像 因为他不像人 那么现在很多的虚拟偶像呢 他要更像人 比如柳叶熙 对吧 他要更像人一些 啊 他渲染 现在呢 就是大家追求的是一个什么事呢 叫以假乱真 就是我让又让你能看出来 他不是个真人 但是呢 你又能够这个觉得他跟真人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在这个真与假之间 谁能够找掌握这个平衡点 而且要做出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来 这个才是现在的虚拟偶像啊 才是现在的虚拟偶像 所以这是新的一步了 就是靠人 真人扮演 虚拟偶像啊 虽然还是要靠写剧本 还是要靠编剧 还是要靠这个 呃 台词和脚本 靠这些东西串起来 对吧 但是呢 他是由这个 啊 骨架呀 由3D模型啊 由这个很像人的东西来表演 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虚拟偶像就直接搞什么呢 叫AI换头术 其实我前面讲过一个亚洲四大邪术啊 这个里头其实他那个AI换头术换的 其实还没有在那个美颜做的好 啊 在这稍微重复一下 四大邪术 第一名是泰国变性 第二名是韩国整容 第三名是日本化妆 第四名是中国美颜 然后从前往后啊 这个越往前的那个 就是成本越高 大家采用的比例越低 越往后的成本越低 大家参与度越高 然后就是采用的人越多 所以说亚洲四大邪术之首啊 是这个中国美容 啊不是美容 中国这个PS的这个美颜 就是现在很多的那种变换头术 其实那个效果还没有那个美颜滤镜好 包括那个前面这个这个清华做的那个唱歌的那个最后翻车了吗 说说这个他他怎么办呢 他说我做虚拟偶像 做完虚拟偶像以后呢 他就直接整了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 直接整了一个这个真人说我雇佣你 你是个网红 你有你有粉丝 你唱歌 你跳舞 对吧 你你还私以写歌 我雇佣你 雇佣你干嘛呢 你去唱歌 然后我把这个头换成这个这个虚拟偶像的头 然后再放出来 大家看完了以后说 哎呀这个实在太棒了 然后最后他把这个歌原来那个歌手唱的那个歌找出来 两边一对比 发现就是个换头术 最后最后这个搞的这个灰头土脸 对吧 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新的这个过程啊 一个新的过程 再往后是什么呢 再往后呢 就是不是真人眼了啊 就是完全是靠这个动作啊捕捉啊 动作捕捉完了以后呢 你说动作捕捉算不算真人眼呢 还不太算 而动作捕捉是要穿那个捕捉服啊 做完了以后呢 这个这个最后是重新把这个动作捕捉的这些内容啊 这个这个动作的这些内容的重新绑定到3D模型的这个骨架上 然后在那个上面重新去演绎出来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大胖子 对吧 也可以去演绎一个这个江南美女什么是没问题的 对吧 因为他是动作捕捉的 然后重新进行这个骨骼模型绑定 是这样做出来的 像清华做的那个 就除了头不一样之外 整个人实际上是用的 这个包括弹琴啊 什么都是用的原来那个网红的 所以那个就就会差一点 啊 现在这个新一些呢 那就会搞这套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呢 早在游戏行业里边很早就开始用了 就是很多的3A大作里边实际上用了就是这套啊动作捕捉技术 对吧 但是他这个里头呢 现在的3A游戏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精细 哎 现在的这种像柳叶熙这种的就是他已经非常精细了 他有很炫酷的动作 很精细的表情 对吧 现在最新的这个Unreal 5的这个引擎 他可以把非常精细的表情给大家表现出来 哎 不像以前的这种就是这个我记得原来一说这个画动漫 对吧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2D动漫不喜欢看3D动漫 国内有很多这个动漫是3D的 但是呢 这效果都不好 很简单 2D动漫呢 大家是手画出来 手画出来呢 这个表情就会很丰富 或者说 因为绘画是一种叫做特征的抓取 这个画师会抓取到你这个表情里边要表达的这个特征 然后重新画的这个二维的脸上去 画上去以后呢 让看的人能够感受到他想要表达的这部分的表情和这个心态 所以2D的这个动漫一般会更好看一些 3D呢 因为是模型 就是你没法去那么精细的来控制他的面部表情 那么最后导致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3D的动漫的这个表情都有些呆板 都有些呆板 后来甚至有些人干这样的一个事 就是很多这个动画片里他怎么办呢 就是2D的表情和3D的人物 就是你先3D动作 然后你那个表情我再靠人画一遍 这个是一个咱们想的有点远啊 想的稍微有点远 但是现在的技术已经上来了 到这个Unreal 5以后 这个已经可以这个可以非常精细的来表达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了 大家去看看这个现在一些新的这种虚拟人偶 虚拟偶像就是这样 用Unreal 5来做出来的东西 非常非常精细 然后他可以把喜怒哀乐表达完了以后让你能相信 对吧 像这个表达表情这件事是非常难的 甭管是机器人也好 还是动漫也好都非常难 为什么 就是人的脸上是有非常多的肌肉来构成这个表情 而这个表情这件事呢 又没法去详细的去给大家去做一个编码 说什么表情就是什么意思 对吧 这个又没法做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非常多的细节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人看到这些表情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理解 或者同样的文化的人会有同样的理解 说到符画画这个事情呢 我记得我在梅兰芳纪念馆里头看过 他是怎么办的 他就把各种这个动作各种这个呃都符号化 比如说我今天生气了 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我要表示开心 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把这东西画的这个画谱画起来 然后以后你们想学习呢 就照这来 对吧 这个就是叫符号化 表情的符号化 现在这个呃 RU5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已经做得很好了 大家拭目以待啊 拭目以待 以前在早期的这个版本上 包括Unity 包括这个RU早期的这种版本上做的这个表情 包括一些机器人偶啊 机器人偶做的这些表情啊 要么你就会觉得很呆 要不然的话 他就会很夸张 会吓到人 这个很难 非常难 现在呢 这块已经在往前走了 已经在往前走了 下一步的这个人偶是什么 下一步的人偶是什么 下一步的人偶呢 就是要摆脱编剧 他要自己动 什么叫自己动 就是他可以跟每一个人交互 跟每一个人去聊天 实时的去生成他要说的话 实时的去生成他的动作与表情 这个才是真正的人偶 对吧 现在的话 大家看到有一些是能够干这件事的 但是那些就做的很粗糙 因为运算能力不够 对吧 整个库也不够 现在这块呢 还是要慢慢的再去往前走 还是要慢慢往前走 还是技术还有待提升 还有待提升 那种大家看到 凡是那种特别精细的像柳叶熙那种 都是后面有编剧的 拍完了以后 你说你现在跟他一对一聊天 请你给我做一个什么什么动作 请你跟我说说你的内心感受 他干不了这个事情 但是未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这件事情就可以实现了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做虚拟偶像 最简单的一件事 他不需要给你分钱 对吧 你不会像杭州微念跟李子柒这种故事似的 对吧 你像李子柒如果是个虚拟偶像 哪会去起诉杭州微念 他会好好的在那拍视频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他不需要给你分钱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虚拟偶像是不会出负面的 他不会今天跟谁离婚了 明天出轨了 什么这种事 后天家暴了 然后在后天咪吐了 他不会干这种事情 因为他是个假人 对吧 这个事情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 所以这件事也是 今年大量的偶像 真偶像出事 真的大MCN 他又投税了 又跟MCN机构打官司了 然后又劈腿了 又什么这些事 这些事在虚拟偶像里都没有 对吧 所以就是当你这个流量的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大家会想 哎呀 咱别弄真人了 受不了他们 对吧 伺候不起这几位爷爷和奶奶 咱搞个假的吧 然后虚拟偶像 还有一个什么巨大的好处 就是跟真人比起来 巨大的好处是 你可以随便编他的技能 你说这个人长什么样 比如柳叶熙长什么样 那可漂亮了 对吧 这种中性美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酷酷的 然后怎么 你不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人 也不需要做美颜 也不需要做整容 什么都不需要 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那人是画出来的 现在大家也说 要这个什么 你去演戏 对吧 要有文凭 对吧 那天一看就乐了 说这个要有文凭的话 这个德云社的这帮人咋办呢 这个郭契林同学咋办呢 他是没有文凭 他辍学了 这个岳云鹏也是辍学的 那么他们以后就不可以去参演很多东西了 对吧 然后呢 还不能有文身 这个其实在虚拟偶像里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你要求有文身 咱就有 要求没有文身就没有 反正是画上去的 这个事就就是真的是 随时都可以搞定这件事情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有各种技能 你说这个人要能唱歌 要能跳舞 还要能武打 还要能这个什么做菜 你要能说一百倍 一百门外语 这个你在真人身上是很难的 但是虚拟偶像没有任何问题 你说他能干啥 他就能干啥 上天入地 对吧 这个上天擒蛟龙 入海干嘛 我忘了这个话怎么说了 他都能干 这个就是所有的人设你都可以随便编 这件事是可塑性极强 叫虚拟偶像的可塑性极强 这都是虚拟偶像的各大优势 这个是一个比较 为什么大家都在去干这件事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就想想今年2020不是今年了去年了2021年蛇了多少明星大腕 对吧 蛇了多少这个网络主播带货主播都是蛇在里面 对吧 这个而且这个蛇了以后还是劣迹于人 对吧 所有下架 所有这个什么抹掉 然后你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哎 我想起这个新德的名单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这个叫阿蒙对吧 好像是叫这名 就是这个纳粹党卫军的这个军官 他呢带领这个党卫军去清理犹太区的时候 他就讲说这个600年前还是几百年前波兰国王呢 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让犹太人进入到他们的社区里面来 对吧 然后呢 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把这个都清理掉 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吧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改掉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今天就是历史 以前那些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 大概讲了这么一段话 现在国内对待劣迹于人的方式就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今天就是历史 前面那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就可以了 而且这些人呢 不可以付出 不可以换马甲号 不可以干所有任何事情 你就劣迹于人了 盯上耻辱注 你再也不允许出来了 对吧 这个 但是虚拟偶像没问题 对吧 后边的团队在 我这个做虚拟偶像的团队在 写这个脚本的这些班子在 哪怕你说 我今天假设比如柳叶熙 说明天柳叶熙这个脸上算是有纹身了 对吧 这个不能行了 你柳叶熙封杀 猎金欲然不让上了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你给他三五天的时间 他再给你画一个没有纹身的 他换个名字再来一杯 对吧 这个就会好很多 就安全很多 安全很多 虚拟偶像这么多好处 那么下一件事都虚拟偶像了 真人干嘛去啊 真人有啥用呢 这个呢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以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是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极大的替代人以后 什么东西会变得更贵 是人工会变得更贵 大家看看今天 说纯天然 纯手工 纯什么这个古法 酿造 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会变得更贵 所以呢 未来也是这样的 大家以后就要证明说 哎你看我天然就长这样 没有美颜 没有化妆 就是因为长得好看 或者我就是长得有个性 我来做这个真人偶像 那么他就会变得更贵 但是他呢 可能有一些这个原来在这个中间份 中间的这些人 就没有这个竞争力了啊 就没有什么特点的人 就没有竞争力了 不是说一定要长得多好看才有竞争力啊 要有特色的人会有竞争力 但是那些没有特色的人啊 你说我这个原来长得就是不靠滤镜 就没法上上这个呃录像的这些人啊 比如像我这个上了滤镜的 那个前头有一集是啊 把滤镜关掉了啊 当然有些人说关掉了以后效果不明显啊 这个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开了这么大的滤镜啊 我用的软件是大疆给的这个叫 咪某还叫什么东西 是我买这个大疆手持稳定器送的软件 把他里头是有这个瘦脸和美颜的这个功能的 然后我也开了啊 但是以后呢 这个啊 像我们这种人啊 就是本来也不靠脸吃饭了 大家看的是我的内容大量是听的嘛 啊 所以关系不大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你要看他的脸 他的脸又是假的 这些人可能就会慢慢的被虚拟偶像替代掉 啊 这个是这个真人啊 最顶尖的啊 或者说最有个性的这些人啊 他呢 是慢慢的是会这个啊 还是会留下来 而且会变得更值钱啊 会变得更值钱啊 你说哪天啊 比如说这个虚拟偶像的技术 已经非常普及了 我会不会给自己整一个虚拟偶像 然后我还是坐在这说 大家看到的一个虚拟偶像 坐在这给大家讲故事 啊 也也难说啊 没准未来的哪一天 我会干这个事情 这个 但是现在我这个手机上 可能还跑不起来 这这么复杂的东西 这个走一步看一步 啊 走一步看一步 啊 这可能是一个未来啊 是一个未来 就跟我现在加滤镜一样 啊 以后我就不需要加这个滤镜了 对吧 我以后就直接虚拟偶像了吧 啊 这个事也是也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啊 我们呢 拭目以待啊 看看未来虚拟偶像到底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啊 到等到什么时候就会有趣了呢 就是真的是真人跟假人啊 真人完全可以啊 假人完全可以跟真人互动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呢 就会变得更有趣 就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为什么 对吧 虚拟偶像 现在甭管你看柳叶熙也好 看什么这个清华 那叫什么什么兵 对吧 看这些东西也好 他只能做一个固定的东西给你看 表演一个给你看 他跟真人偶像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当他们可以自主行动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柳叶熙 我可以每一个人每天坐在柳叶熙面前跟他聊天 他会根据每一个人提供的信息来给你提供不同的答案 然后为大家来表演 这才是就是真正的虚拟偶像 到那个时候你基本上把他认为他成为神了 对吧 虚拟偶像成神 这是下一步 我觉得那一天的话离我不会特别远 啊 离我不会特别远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虚拟偶像的智能助理 对吧 或者说智能的这种陪伴 啊 这个事呢 我觉得会到来的 会到来的 而且不会太远 可能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啊 就会到来 我也非常期盼的那一天 如果我能够一直录视频录到那个时候呢 我可能就给大家换一个虚拟偶像 等哪天我真的老的不行了 满头白发了 对吧 那我就还是换个虚拟偶像 然后让大家看一个更舒心的这个镜头 让让你们看看我什么叫永远不老 希望那一天能够到来吧 好啊 感谢大家收听 在新的一年里头还有功夫来听我的胡侃 是这个感谢 再见